逃离了血链世界 竟能冲破封界大阵 难道高阶传送阵 还是很特别的中阶传送阵 殿内的淡漠声音带着一丝诧异 不知血链魔君只负责探查 黑袍男子恭敬道 那这些血链世界 皆由本源之力笼罩 无法探查那么清晰 殿内在无声音传出 黑袍男子默默等待 许久 我刚才已查询下山世界的有关情报 这方世界是六千年前才恢复正常 并成为血链世界吧 殿内冷漠声音再度响起 是 黑袍男子默道 血链魔公控制的世界太多 都是形成编号的 这编号为3056的世界 只是众多世界中不起眼的一个 所以上仙不知很正常 有把握抓不到吗 淡默声音问道 无绝大把握 黑袍男子不敢打包票 老实道 那传送阵气息 一瞬间就冲破大阵 可见不知传送阵的存在 手法非常高明 我们只能大致判断 目的地应该在白苍仙国下属的赤月仙洲 可具体 在仙洲何处 黑袍男子的声音慢慢变小 别说浩瀚无垠的仙国 就算是仙洲未免 都堪称广阔 生活不知多少生灵 有无数修仙者 怎么找 你在和我说废话 店内的声音变了 变得低沉 我们所管理的这些血链世界 绝大部分都是附属于赤月未免 难不成还能直接抵达其他仙国 横跨仙国传送 高阶传送阵都做不到 黑袍男子听得苦笑 上仙 现在 黑袍男子小心翼翼道 这消息 知道的人可多 店内声音冷静下来 不多 黑袍男子连道 除了我 只有负责指守封界大阵的一位子府真人知晓 周围这些假兵 他们并非真正的生灵 而是傀儡 都是由店内上先控制的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忽然 魔君曾有言 大到运转 当流一线生机 这两位超凡生命 既能冲出封界大阵 那就证明他们寻到这一线生机 店内声音缓缓道 不必去追查了 是 黑袍男子如蒙大赦 另外既封界大阵会被冲破 那么你前去将阵法重新加固 务必不再出现疏漏 店内声音道 另外那位子府真人刻尽职守 当上替我送份赏赐给他 是 黑袍男子低声道 是那两位超凡生命幸运 属下保证 超凡生命 什么超凡生命 店内声音带着一丝冷意 黑袍男子瞬间明白 连道 是 属下今天来 只是例行向上先请安 说好话 做好事 店内声音淡淡道 别自误 有些事 我犯只是被训斥 你犯就是被贬入血链战场 是 黑袍男子心中一寒 血链战场 老天 打死他都不愿去那个号称地狱的地方 很快 黑袍男子退出宫殿 来到了外面的星空 喃喃自语 够狠的 这么大的事都想瞒下来 重新加固阵法 是掩藏封界大阵被破开的痕迹 赏赐 是堵直手的子府真人的嘴 最后的威胁 是堵住自己的嘴 也对 黑袍男子微微摇头 有超凡生命 逃出血链世界 一旦被上面查出来 他心中发寒 上先地位崇高 只能算倒霉 可他一个子府境的小人物 必死无疑 想到这 血链第八宫 黑袍男子目光扫过背后星空中 那一座座悬浮的宫殿 何时才能拥有一座属于我的宫殿 搜 他飞身投入不远处的传送阵 星空无垠 看似不远处的世界不太遥远 或许就在千万里乃至上一里外 神秘星空中的事 无缘并不清楚 嗡 伴随传送阵启动 无缘只觉神魄微微难受 跟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了全身 空间 无缘依靠强大神魄 有所察觉 子府境 山河境 就会接触到空间 而无缘的神魄 在大部分子府真人相比都不算弱 很快 周围景象成形 映入无缘眼帘的 是一片黑暗 可依靠强大势力 他依旧轻易分辨出 自己身处于布满灰尘的四座空间银塔 滑无声无息 光亮照亮了周围 法术 闪光术 一种很普通的辅助法术 果然是被掩埋在地下 无缘呢喃自语 一落地 他就感到大地的引力非常惊人 不过 对神念的影响不算大 所以 无缘的神念轻易浮浮 散开数十里 而被他感应到的区域 岩石 泥土 岩石 洞窟 泥土 这 无缘微惊 在他的感知中 自己上下左右 方圆数十里 竟然都是沿途泥土 这里距地面多远 最重要的是 在无缘神念中 自己所处的这里 竟没有任何传颂针的踪迹 神念扫过 就仿佛这里是普通泥土 除非肉眼见到 否则 恐怕没谁会相信 这里竟有一处大型传颂镇 是镇法吗 竟能隔绝神念探查 不 不是隔绝 而是欺骗 无缘心有名物 和穷海王说的情况一样 穷海 这里距地面 有多远 无缘低声问道 我刚才试过 月末八百里 穷海王身躯 已缩小至月末六米 这已是他能缩小的最小身躯 像藤蛇 一出生就能缩到极小 那是天赋 穷海王属于蛟龙 天赋比寻常妖兽高 但和藤蛇比 那是远远不如的 八百里 无缘一愣 真够深的 难怪 刚才穷海王用了那么久才回去 走吧 出去 无缘低声道 一步迈出了传送阵 这里是一处近乎坍塌的洞窟 唯有四座空间银塔保持了完整 或许是故意伪装如此 搜 穷海王连忙跟上 主人 那这些 穷海王指了指身后的四座空间银塔 就放在这里 无缘摇头道 我虽是炼气流 但并不擅长阵法 这里的阵法 我看不透 何止看不透 以无缘的神念 都察觉不到阵法的存在 这座传送阵 是我们和中途联系的唯一通道 无缘低声道 而他 存续了很久 说明他原有的隐匿手段还有效 那么 我们最好的选择 就是保持不变 无缘淡淡道 不懂 就别瞎操作 萧归操随的故事 无缘是懂得 明白 穷海王点头 轰隆 无缘心念一动 一股股土黄色气流浮散 玉镜 走 沿你之前走过的通道 无缘的玉镜 裹挟着穷海王 以两秒一里的速度 迅速向大地上方行着 越往上去 大地的压迫力越小 这个前行速度 对参悟大地奥妙的无缘来说 并不快 甚至可以说很慢 原因很简单 前行的同时 无缘的玉镜力量引动 令他们前行的通道迅速恢复 几乎如初 大街中行走 务必小心 我们出来乍到 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这座传送阵无比重要 所以 我们更要尽量抹除通行痕迹 让人无法察觉 无缘主托道 穷海王点点头 欲发佩服无缘 他刚才独自传送过来探查时 可没想过这么多 不久后 斯拉大地无声无息撕裂 无缘和穷海王飞出了出来 落在地面上 而原本撕裂的地面迅速恢复 山林 无缘目光扫过四周 目光所及大树参天 山栏迭障 不远处的溪水中 同样有鱼儿在流动 乍一看 这里和中土世界的绝大部分山脉 都没太大区别 谁又能想到 在下方大地八百里深处 竟会有一座品阶极高的传送阵 天地灵气 当真是浓郁 是十倍不止 无缘暗自感慨 生灵自然也要强得多 就像中土生灵 整体实力比前世蓝星时 要强得多 成为武道宗师容易得多 但在中土 想成练气势就难了 而暗无缘所致讯息 大界中天地灵气浓郁 生灵天生强大 无论是炼气炼体 都要容易得多 而且对天地之力的感悟 清晰程度也要略高 无缘的神魄 感知着诸多天地之力运转 修炼 悟道都更容易 再加上海量的生灵 自然令大界中强者辈出 浓郁的天地灵气 穷海王同样贪婪 稀释着空气 龙虚飘荡 望向无缘 主人 我们现在去哪里 东边有村落 有人烟 我们去瞧瞧 了解下情况 看看这里是何处 在做定夺 无缘道 搜 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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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迈出 向东边而去 天空中 正悬浮着三个紧挨着的太阳 所以 无缘能较清晰判断方位 全装 阻异